国民党立委大喊口号举牌 另一边的立委同样举牌反制 国民党将电业法49条修正草案抽出 3号上午立法院再次上演表决大战 赞成58人反对51人 蓝白联手在以人数优势 通过电业法49条修正草案 顺利进覆二读 蓝营提案电价审议委员会所作决议 都应在一个月内送立院审议后才能实行 也就是未来电价涨幅都需送国会审议 电业法修正案进覆二读后 随即进入朝野邪商 蓝营最快可在六月四号 立院程序委员会中排入议程 但不止电业法修正案 让朝野立委杠上 表决村里长事务步驻废案 但投票结果民进党立委杨耀 竟变成和国民党统一阵线 投下统一票 有杨耀委员声明 与刚才表决 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 杨耀委员 见到杨耀赞成国民党提案 蓝营立刻开栓大肆嘲讽 而杨耀也坦言是不小心按错了 下一秒杨耀和叶元芝隔空大战 因为日前蓝白联手 冻结电价提案 杨耀就被叶元芝质疑 帮吴炳带投票 令他这口气难吞下 这也成了朝野护杠 电价动涨的意外插曲 杨耀询问中文报道